創下世界排名第三的個人紀錄 是目前台灣還沒有人可以突破的戰績 一個人上場征戰 一個人走紅毯 國家隊戰袍從17歲穿到43歲 這是屬於莊智園的時代 在台灣莊智園就是桌球代名詞 這張奧運熟面孔 一打連六屆都沒缺席 成為台灣出戰最多場的紀錄保持人 每屆其實都不會想到後面 如果有或許未來 可能是以不同身分區也不一定 但目前就差不多是這樣 沒想太多 因為桌球幾乎是生活的全部 莊智園求風票漢結合亞洲的快 及歐洲的旋轉 生涯最高紀錄世界第三 風格上面現在就是進攻型的比較多 那當然是試著去學習 去跟上這些腳步 步伐肯定是不會賣得比這些年輕的 還要大 但對我要講只要能賣出一點點 我覺得那個效應都是會感覺到很大 就是這種拼佔精神 讓年齡不成為竹夢絆腳石 2012年倫敦奧運男單第四 上屆冬奧十六強止步 這屆排名下滑 無緣取得單打資格 只剩男團項目 但莊智園不遺憾 他還肩負傳承任務 桌球世代交替 很多人對他還不熟悉 十二歲到智園球館拜師學藝 高承睿今年十九歲 世界排名三十二 擠掉師傅莊智園 搶下第二席男單名額 迎來奧運初體驗 自己也沒想到這麼快 就可以踏上2022巴黎吧 然後其實心情還是滿興奮滿激動的 小時候就在我球館裡面長大了 那其實他打跟我打 我覺得是差不多意思 對我來講我是很開心的啦 就可能如果說真的有什麼特別 我覺得第十七次是 這個對我來講的意義是 很不一樣的 這應該是唯一一次機會 師徒黨攜手上奧運 扛團體賽雙打項目 不過二十四歲年齡差 聊得來嗎 尊敬嘛 就是還是因為歲數在那邊 我不知道等一下這個你要問他 他現在好像也 現在是我尊敬他 他會跟我開玩笑 但我才敢給他開玩笑 你怕尺度不好拿捏 是不是 是前輩 教練又像哥哥 朋友 打桌球打到上奧運 全台也就三個人 其中兩位來自同個球館 更是難得 這次桌球教父和愛圖聯手出擊 終於不再是一個人的舞靈 我看到他要是在振摯 真的 不 我 沒聽 你在